植物大战僵尸2中文版,新春第二株新植物,兔吉,看看它是变强了,还是变弱了。 攻击方式,当前方一格有僵尸出现,兔吉会用耳朵交替拍打4次,每次造成50点伤害,接着第5下双二重击,造成100点伤害,并击退僵尸。 完成一轮攻击后,兔吉头上会长出紫花,随后的每一轮攻击会使紫花成长,每层紫花都能使兔吉的攻击力增加20%,并且提升击退效果。 当完成五轮攻击后,紫花成熟并开始闪烁。 此时,可以手动点击兔吉释放重击,对3x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,使啃食伤害降低80%,持续18秒。 升至两阶,连环巴掌,兔吉的普通攻击从单体变为群体,最多可攻击三个僵尸。 升至三阶,耳朵拍拍,兔吉的普通攻击目标数量上限增加到五个僵尸,攻击范围增加一格。 升至四阶,种植中概率释放大招。 大招效果,兔吉释放两次重击,对前方3x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,最后一次攻击附带击退效果。 装扮效果,释放大招后,兔吉再次跃起对3x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,使啃食伤害降低80%,持续18秒。 升至五阶,界限突破,当紫花成熟后,兔吉可以通过在一轮的攻击进化为黄花。 也可以选择手动点击释放重击,黄花释放的重击,轮外附加将僵尸击退1.5格的效果。 在紫花未进化成黄花前,兔吉每经过6秒的未攻击状态,头上的花也将成长一个阶段。 总的来说,与国际版相比,兔吉的普攻伤害得到了显著加强,并且攻击目标从单体变为群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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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